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中家吉隆新闻 我是蔡小君 新闻一开始先等你来看 受到疫情的影响 例行邮轮母公司传出破产的危机 停泊在基隆港的探索梦后 何时复航也遥遥无期 基隆市政府观光及城市行销处处长曾滋文 证实基隆市城市博览会 原本规划在邮轮上举办的多项活动将取消 国际邮轮论坛也将改地点举办 另外2022年市民联合婚礼 也将从4月26号延后到5月27号 停泊在基隆港的立行邮轮探索梦后 是游客到基隆市去最爱的拍照背景之一 不过在立行邮轮母公司传出破产消息后 不但探索梦后复航遥遥无期 就连将在4月22号登场的基隆城市博览会 也受到影响 基隆市政府观光及城市行销处长曾滋文 在回复市议员咨询时证实 城坡会中与邮轮相关活动有所变动 包括在邮轮上的归宾日夜决定取消 国际邮轮论坛改地点举行 原本规划4月26号在基隆港东岸登场的 2022年市民联合婚礼 也将顺延到5月27号举办 我们会延期到5月27号 他可能会跟城博会来做一个搭配 那国际邮轮论坛的部分呢 我们跟邮轮协会还有航港局 也充分的沟通跟合作 那这个部分呢 一样配合我们城博会的举办 但是地点会改变 那这个部分目前定的时间是4月26号 那它是一个国际邮轮论坛 所以应该会有线上的这个论坛的事情 另外还有一个是我们原来有一个国际论坛 以及住宅政策的系列讲座 原来是举办在邮轮上 这个部分呢 也改变了这个办理的地点 那最后一个是我们有一个贵宾之业 那因为邮轮的这个场地取消了 所以贵宾之业也就取消了 所以在邮轮的这个变动当然是较大 不过相关活动的部分 也都经过充分的讨论 决定要改变这个办理的形式 曾志文强调 虽然相关邮轮活动 受到不可抗力的因素影响而调整 不过市府团队会继续努力 让基隆城市博览会完美展现 基隆这座山海城市的蜕变与重生 记者张其腾 基隆报导 再带你来看 基隆城市博览会 即将在4月22号登场 除了四大展区活动外 基隆市长林永昌也透露 城博会期间 江市办水上巴士运输服务 将从基隆市区国门广场 往返振兵鱼港色彩屋 还会有夜间航程 希望让参观的民众 以更便捷的方式 来往各展场间 也能从海上 以不同的角度欣赏基隆 针对账号和等议员 建议基隆市政府 可以透过海上运输 疏解城市博览会 面临的交通问题 基隆市长林永昌证实 城博会期间 将事办水上巴士服务 航程从基隆市区国门广场 往返振兵鱼港色彩屋旁码头 我们在这一次的 城博会的测展里面 我们会把水上巴士 把它纳进来 然后现在也已经 跟港公司都已经 这个行政的程序都已经完成 那我们会采取一个 示范的一个方式 那起点的话 就是在现在的国门广场 那这个它会两个端点来行事 起点是这个 这个我们的国门广场 另外另外一个端点 就是在我们的色彩屋旁边 的一个博位 就是在我们的正兵派出所后面 现在正在整理的这个广场旁边 所以它从那个地方下船之后呢 就因为它是一个中心点 就可以到包括我们的色彩屋 或者是到这个正兵派出所 这个服务中心的部分 来做进一步的一个 观展的一个工作 所以水上载具的部分 是确定这一次会有 为了完善整个水上巴士交通服务 牛昌表示 在城博会前一周 将进行试航 实际测试体验 我们那个最主要是要去做测试 去做测试 去看还有什么地方是 准备的不够周全 上船下船的这个 这个相关的周边的环境 是不是已经准备到位 到时候其实我也会 亲自的去这个搭船 另外水上巴士也将规划 由晚上行程 增加城博会活动亮点 也希望让参观民众 能从海上以不同角度 欣赏到基隆这座港湾城市的 美丽风貌 记者张启腾基隆报道 昨天一早 基隆市议会进行第二天的临时会议 不过却在开议前发生了 基隆市政府正风处处长 鲁志伟在电梯口外 突然昏厥重生 紧急送医治疗 3月8号一早 基隆市议会进行第二天临时会 会议依照表牌进行一切正常 不过市议会的大门口外 却有救护车前来运送病患 这是因为在开议前9点多 发生基隆市政府正风处长鲁志伟 在电梯口外 突然昏厥撞伤 由于是正面趴在地上 流鼻血 脸颊擦伤 旁边的市政府同事吓得尖叫 卢志伟恢复议事后 还不断问旁边同事 刚刚发生了什么事 我没有印象 幸好基隆市立医院院长 王慧君正好在议场上 立即上前查看 并且陪同前往基隆医院 做进一步的仔细检查 记者吴俊松基隆报导 国际妇女节当天 在市议会开议前夕 基隆市议会议长蔡旺连 特地请人把新型巧克力 悄悄地放置在议事厅内 每一位女性议员及官员的桌子上 感谢她们兼顾家庭和事业的辛苦 而拿到的女性议员和官员 也都很惊喜 3月8号是国际妇女节 在开议前夕基隆市议会议长蔡旺连 特地请人把新型巧克力 悄悄放置在议事厅内 每一位女性议员以及官员的桌子上 感谢她们兼顾家庭和事业的辛苦 特别是为了基隆市政的进步 在议事厅内进行质询和背询表达敬佩 而拿到的女性议员和官员 也都很惊喜 议长蔡旺连的贴心 议长这么贴心 在这三八妇女节的当天 送我们这个代表 这个浓情蜜意的金沙巧克力 那淑品也在这里祝福全天下 所有认真美丽的妇女 妇女节快乐 那也要照顾家人之余 也要多多爱自己 我走进来的时候 看到我的桌上有一盒巧克力 我其实蛮惊喜的 然后想到今天是国际的三八妇女节 那也谢谢议长跟副议长的用心 让女人撑起一片天的一个心意 能够让更多人知道 今天刚讲是三八妇女节 也在议会开议 临时会开议的期间 那为了对于我们天下 所有女性的一份尊重 那我仅代表基隆市议会 对于我们员工 然后议员 包括我们 市府女性的这些举处首长 表示一份心意 然后送一点巧克力给他们 只是聊表一份心意 然后希望大家会喜欢 然后欢度这个三八妇女节 议长蔡旺连也对所有 兼顾家庭和事业的妇女朋友们 表达感谢和祝福 记者吴俊松基隆报导 在新冠肺炎疫情 及通货膨胀物价不断上涨的夹击下 基层的摊贩们 在生意以及生活上 都受到了不小的冲击 基隆市议员张炳君 特地结合财团法人 天河教育基金会的维光计划 制证了91位摊贩 每人1万元的生活及助学经费 在基隆市议员张炳君陪同下 天河教育基金会执行长吴欣芳 在张炳君服务处 逐一致赠给八位 申请补助的摊贩 每人1万元的生活 以及助学经费 让摊贩们好感动 在新冠肺炎疫情以及通货膨胀 物价不断上涨的夹击下 现在又有二乌战争 可能在雪上加霜 加速物价继续上涨的压力下 基层的摊贩们在生活以及生意上 都受了不小的冲击 基隆市议员张炳君 特地结合财团法人 天河教育基金会的维光计划 为总共91位摊贩 申请每人1万元的生活以及助学经费 因为天河基金会就是因为去年疫情开始 然后我们看到了很多人工作上面都很辛苦 那所以说我们就是针对摊贩的部分 我们就是给他一点帮忙跟补助 然后希望他们就是从这个 一点点小小的补助当中的看到一些希望这样 就像这个计划的名字它叫微光嘛 那微光就代表说不管在多么黑暗的环境里 然后只要一点点的光 它就代表了一点点的希望 那我们给你一点加油 给你一点鼓励 那希望你可以不要放弃自己 然后带着我们这样的祝福 然后继续前进 那微光的后面就会带来更多的光 然后也就是代表更多的希望 然后希望大家一起挺过这个难关 谢谢 我们财摊法人天河教育基金会 他们长期都是在为了血统的教育 来去努力跟奋斗 那尤其看到去年疫情的因素在 他也看到很多的摊账 那因为疫情造成他们生意瑞减 然后收入也是瑞减 所以这一次特别来提出了一个计划就是针对摊商 家里有血统 然后要去抚养的 那只要是合法的摊商 他都可以提供一个补助 让他们看到他们的一些的希望 这个微光计划就是希望说借由小小的补助 让他们感受到我们对他们的关心 也鼓励他们不管疫情再怎么艰困 我们始终都会来去站在一起 为他们加油跟打气 天和基金会表示以张炳君议员协助申请的摊贩来说 八位可以亲自领取的给予现金 其他83位摊贩则是用汇款的方式给予帮忙 记者吴俊松基隆报导 基隆此云寺整年度的重要庆典 包括了元宵节艺文活动 文昌君圣诞 观世音菩萨圣诞 玉佛节及忌孔大典等 无不吸引众多信众前来 此云寺对于重要庆典 祭祀活动及社会服务 总是不遗余的认真规划 也因此造就了今日历史悠久 信众众多 香火鼎盛的此云寺 慈云寺的财神殿 奉有五路财神 三清道祖与福德正神等 求财不应的香客相当多 每到财神爷圣诞 总是吸引大批信众 来到慈云寺 指脚求发财归 以祈求能够财源广进 慈云寺也提供了财神灯 供信众任养 到了慈云寺 可千万别忘了到财神殿参拜哦 欢迎回到中家新闻现场 想吃新鲜的鱼货 首选很牢啊 很多民众不晓得 食价又担心不新鲜 该怎么办呢 今天我们就跟着海客馆 陈利淑博士的脚步 一起来挑鱼货 比如说这个已经没有鱼鳞的 对哦 没有鱼鳞的 你就看他眼睛嘛 眼睛一定要亮嘛 鱼眼亮 肉有弹性 这些跳鱼的准则大家都懂 但是当今很牢牙的海鲜 口感味道是最鲜美的 到底要怎么挑选呢 白带鱼嘛 啊马加钱嘛 啊石狗宫 石狗宫这个就是连城钓 不然就是龙巨啦 啊这个是抓龙虾下去 用抓的 白带鱼 那个是白带鱼 就是这个季节 那个黑带鱼白带大概就是 黑带鱼白带鱼是过年前后最肥美的 对啊那这个季节的话 因为那个海边会长那个一种海鲨 他们叫叫巴鱼 那个是叫做 俗话叫做卡白菜 其实它就是我们讲海鲨的话 它是小海带 那在这个季节的时候 他们会告案吃海鲨 别以为土托鱼是中南部的特产 其实基隆北海岸这一带是大宗 一条土托鱼十公斤剩下 猜猜看价格多少 这个大概九斤 九斤 对啊那是十几个 石价三千 猜对了吗 只看过切成愉快的记者 今天看见完整如初 整尾的土托鱼好惊喜 这就是henlaa的魅力 跟着隶熟博士逛鱼室 来瞧瞧最新老饕的henlaa 臭肚鱼 我们叫做那个臭肚鱼 那臭肚鱼它有一个特色 就是它是吃枣类的 那它吃枣类的话 你如果没有马上处理的话 它枣类发酵的很快 那个味道是非常的重 所以有人用海里面的臭豆腐 可是我觉得那个太夸张了 因为你到臭豆腐的话 那个其实已经就不新鲜了 那真正好吃的臭肚鱼是新鲜 然后你可以吃得到它那个海藻 细嫩的 对对对 才刚说完 马上就有试货的民众买走了 想要挑henlaa的 还可以看这鱼线 历熟博士指出 这是友善的捕鱼风式 不止象鱼 黄鱼 猫鱼 鲲鱼 马头 恰章 这几种很老厚的也超受欢迎 在这个季节你如果来调和市场里面 那最常看到的是白带鱼 白带鱼其实一年四季 可是现在的是比较肥 那另外一个像 还有他们讲的这个enahol enahol那是尺寸 尺寸这个季节油脂也很多 那这个细节你还可以看到totot 那当然鱼鱼还要再晚一点 它的鱼货非常的有特色 所以我是蛮建议的 如果有机会 我们大家来试试看 把调和市场改造成是一个 大家都喜欢买的一个观光市场 建一间就好了 就很好吃 你要建一间把它红烧 红烧也可以 对啊对啊 好吃 这个好吃啊 好吃 我来吃 这是新鲜啊 便宜啊 新鲜便宜啊 新鲜便宜啊 不要问他价钱就对了 怎么说不问他价钱 你就相信他就对了 相信他 你看他都没问价钱 不知道为什么 所以你买以后来这边没有问价钱 没有 我没有问他了 人家做这么久了他怎么会 直接告诉你最后多少钱就对了 你看看他刚刚怎么问他 为什么会这样的情况 因为他买久了信用我啊 然后我是东西有信用期限啊 对吧 我这边个人都很少问价钱的 因为他们就是信用我 我卖了 我卖了三 我卖了大概四十年了 你才觉得鱼都从他上来的啊 调和市场内外的鱼货摊 卖的不只新鲜 也有浓浓的人情 不高于市价的行情深得顾客的心 跟着利楚博士走趟市场 看见调和市场转型成观光市场的软实力 记者黄少明蔡小军采访报导 正面鱼港的吉菇辣封名全台 干面火锅小吃都可以看见他的身影 今天要带大家来瞧瞧 这一口就是十一年的图示夫妻的吉菇辣之旅 吉菇辣竹人不陌生 但这制作过程可就不一定 裹上鱼浆摆上烤炉 炭烤温度得控制得到还要严明手快 一根根上色的吉菇辣漂亮出炉 香味四溢 鱼浆制成的竹人彻底展现海鲜副产品的魅力 这没什么人要做这个啦 你看那个温太高太热了 而且有时候做的时间也很忙 这个时间 算我们夏天的话就是 大概半夜就起来做了 要很早起来做 而且做的少 要趕在中午之前就要趕快去做 那冬天的话可以剖一下 因为这边夏天主要是有西晒 那温度太高了 而且这个鱼浆不能一直这样放 然后鱼浆就快掉了 十一年前 接手丈人的炭烤竹人生意 跟老婆两人创业打拼 尽管被炭火熏得睁不开眼睛 但依然选择保留手工炭烤的火滋味 如今吉菇辣名后响亮 不少民众买了宅配到国外 一解相愁 因为我公司退休了 而且我们那时候我们老板娘还很年轻 那我就想说你去打工 你去外面做事情也很难找到 这个比较适合的职业 所以我就是跟她讲说 我们来做少一点没关系 我们想休息就休息 要做少一点 就是这样慢慢做做 结果没办法休息 对 有一阵子比较累了 五六年的分道 后来我们觉得这样做太累了 我们本来休一天 我们现在休两天 吉菇辣好吃的秘诀 除了烤工 鱼浆的调配更是关键 讲究天然的原汁原味 就是一般我们的盐啊糖啊 一点点的味素 现在很多人 我们都不吃那种味素 我们也加很少 就这样子 然后地瓜粉 就这样子 对 我们也不加防腐剂 一般我们都跟他们讲说 你带回去就是直接要放冷冻 你不能放冷藏 冷藏就一定会坏掉 这个都是小时候嫁出去的 搬出去的 然后他们还会再介绍 有的人出那个什么 他们就会说要带回家吃 自己也喜欢吃 女儿也喜欢吃 所以我们既然是自己要吃了 所以我们也不加糖武器 那我们鱼要用好一点 因为主要是我们自己也喜欢吃 我们总要卖出去 不能说别人吃就好了 我们自己也要吃啊 我们自己也要吃 品质我们自己要顾好 不少游客慕名而来 第一时间尝到出炉的滋味 眼睛不禁发亮 我们以前真的只有吃过那个 小吃面店啊 那个切小菜的 煮过的 可是我们第一次吃这个 现烤的炭烤的 那个香气比那个煮过的更香 所以好像只能来这里 才能吃到现烤的 所以今天很开心可以吃得到 地方特色美食 为正宾渔港增添风采 涂饰两夫妻 也让手工炭烤的吉菇辣飘香国外 记者黄少民蔡小军采访报导 就抓到嫌犯 在冰狼摊内 员工拿出冰狼饮料 给等在外面的骑士 但拿了东西的骑士 没马上离开 还故意跟店员聊了一下 随后把千元钞交给店员之后 快速离开 还说了一句不用找 男子当时就是用这张假玩具操付钱买账 玩具操背面是白色 男子故意将两张黏在一起 以为可以蒙骗过关 冰狼摊店员发现之后 向警方报案 原警依照监视器画面 迅速逮到男子 男子一开始辩称 是一时拿错 据警方调查 该名男子是持有玩具假钞 过程中不断跟店员聊天 以转移其注意力 并且把假钞折叠 让店员一时不查 全案以诈欺罪移送侦犯 其实不少店家都曾经收过假钞 但为了避免被骗 除了摸一摸 看一看转一转的基本辨识方法 店家也有自己的paypal 男子一想天开 拿了玩具假钞买冰狼 下场就是马上被拆穿 警方提醒店家 交易时还是要特别留意 记者黄绍铭金融报导 连续第三年 技能市长林又昌 带领全市公司立幼儿园 2800名大班幼儿 到国父纪念馆 欣赏儿童剧学习剧场礼仪 今年更邀请 伊甸基金会早聊的小朋友们 一起观赏 共度美好的一文时光 牵着小朋友的时候 市长爸爸带小朋友 进剧场看戏咯 连续第三年 带全市所有公司立幼儿园的孩子 到国父纪念馆看儿童剧 不只让孩子学习剧场礼仪 更让孩子留下了美好的回忆 今天我最喜欢里面的阿民 为什么呢 因为我觉得他很好笑 你今天最喜欢这个剧里面的哪一个角色 小美 我最喜欢小美 你喜欢吗 喜欢 你下次想再来吗 戏剧不只是70分钟的演出而已 更是一场幼儿们融入式快乐学习的教育 教育处还特别邀请九哥儿童剧剧团团长 黄翠华为参与活动的原所教师做教育研习 那孩子们都可以画出一张属于自己的飞行图 金融市政府规划大班幼儿进一路演艺梯 观赏剧团表演已经迈入第六年 市长感谢国父纪念馆提供场地 基隆推动艺术平权 把展演观赏 纳入孩子各成长阶段的教育 希望持续推展成为各县市的范例 记者蔡小军采访报道 以上就今天的中央新闻 也欢迎您到中央新闻的脸书及YouTube按赞 就能及时获得最新的在地新闻 另外我们也与FM轻松电台96.9联合直播 欢迎准时收听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蔡小军 祝您一切平安 我们再会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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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散播假消息好可怕 让我来带您看一起假消息的社会案件 话说基隆有一名妇人在聊天群组分享自来街中 中药行夫妻确诊死亡 还附上消毒照片在LINE群组 不断被转传越闹越大 连中南部亲友也知道 搞得左邻右舍都很紧张 大家必知为恐怖 及后来结果怎么样 雷中药行夫妻根本没死 也没确诊 当地里长找到这名散播消息的夫人 她解释并不是有意的 只是转传没想到事态会这么严重 她亲自前往下跪登门道歉 中药行老板最后决定原谅 她不追究这是真实案例要告诉您 疫情期间假消息可能就在您身边 一定要聪明辨别记得一眼见不一定为止